在亲友团的鼓舞下 阿公秋莱欣害羞的在阿嬷脸上 落下一吻 结婚超过60年的他们 如今是子孙满堂 各个事业有存 朗朗在家乡互相作伴 互相照顾 过着简单平凡的生活 问阿嬷这60年来夫妻相处 阿嬷说凡事不要太计较 真的没有吵过架 那够够了 够减啦 阿嬷就青菜 青菜把他乱过就过了 这样不 我爱他他爱不 我们两个六十年后 我天天对他很好 感谢县政府办了这一次 与你相伴幸福永远的活动 他们平常相处就是 一个生气 一个就是躲到旁边去 不会硬退硬硬包硬 一定要这样子 那个夫妻才有办法 永远的恩爱相处下去 另外一对钻石婚夫妻 武服说 谢谢另外一半为了家庭 辛苦努力工作 我们以前到现在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 要我们跟一切 跟一切 到现在 我们爱搭 爱搭 很努力 努力工作 平东县政府庆祝县内钻石婚家偶 举办112年度钻石婚表扬大会 县府特别在活动前 聘请摄影师和化妆师 大夫帮阿公阿嬷化妆 拍摄婚纱照 鼓励说出 平时难以启齿的 我爱你 让平均年龄 超过80岁的阿公阿嬷们 重温了当年结婚时的 甜蜜喜悦 阿嬷有听着说 希望我们下辈子 熬世来 还可以做阿嬷子 真的真的 非常的温暖 非常非常的感动 村民在这代表管制服 代表我们的民党官 大家在专门 也帮大家感谢 因为我们知道 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基础 所以今天大家真的很难得 然后攜手一夹子 112年度钻石婚庆祝活动 共有35对阿公阿嬷获得表扬 并且颁赠钻石婚证书及婚纱照 让他们回味结婚时的甜蜜时光 活动也邀请了全家大校 一起见证幸福时刻 凭幸福期盼 透过公开表扬活动 祝福现场阿公阿嬷们 勇于爱和 婚姻生活 幸福美满 记者是新庭阳正义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